天天大道之宝贵也,而道与我有蛇们关系造的宝贵,在于他大而无所不包,弃而无所不入。 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 各有其识,四识之交替万物之交长,各有其识。 而最宝贵的是,各天地万物的主宰,同时也是个我本人一宣之主宰,约庆底,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诗能动。 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智力,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天天大道即是性理真传。 道的宝贵,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而是在于它平时。 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它的本体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即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自我们做出的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应该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 不论是学是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是因范不构足,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 人与人与生俱来,不学而居,不学而能,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 我们有学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 而到的本体可要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 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消长,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之士听言动。 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有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 此不增不减,本字举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又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了,各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 无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平贱富贵,均无分无别。 因此,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 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质地,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 天天大道的真原是在我身上原来不有的是我由天天带来的良知良能。 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此心无情无相,即是真空。 真空之妙,空而不空,空中妙有。 妙有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分也。 妙有者,万灵真宰也。 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曰道在无身,一切万能。 道理无身,此身败无异能。 天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人必须追求之道也。 三求道是求什么静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宇宙。 我们往往会散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 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 我们身上的真理部也是一样。 每一分一秒。 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 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其作用, 虽成千上万。 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 一切有条无问自然而成。 道在无身,运用自如, 在眼能视,在耳能听,在口能言, 在遗能闻相处。 在身能运用情动作时, 此题道在我身之妙用。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止主宰这天地万物, 更主宰我们一身。 宇宙真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一身主宰, 并非二也。 道的本体无情无相。 我们肉眼看不到它, 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 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 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 以造福人类的文明。 刺激式的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种, 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 便以灵魂代表它。 我们称其为自信老。 因其没有生命,也不会坏坏。 我们也称其为真我。 此真我们是最富足, 最圆满, 最光明, 最完美, 永恒不朽的现象。